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三兄弟学父亲烧木炭的产制程序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跌跌撞撞 研发有个东西就是不信邪啊 我都不信 木炭烧这么久都可以烧 为什么这个烧不出来 摇厂也判断错误烧出了别人十倍量 4600公斤的竹炭只能旺炭而新炭 我们放了这个到处都是炭啊 莫名其妙怎么这么多 摸索然后学习日本经验 竹炭商品陆续开发 最新研究是竹醋液制作的小黑纹防护液 自己当实验品 酷管都要起来给他咬呢 血不湿呢 真的假的 真的啊 你没有血不湿 你不知道几个蚊子啊 当年因为不抖 所以起了个太大的窑 叫做碰碰窑 宋家三兄弟笑着说 在竹炭这块市场 他们出生得太早 没人待长大只靠自己长大 不占一步一脚印 现在生产的竹炭商品 已经是全东亚产量第一了 当年烧得莫名其妙 现在笑得说烧得得心一手了 一下有限吗 董事件无限 一下有限吗 董事件无限